姬北北桃1200 都會通最划算 姬北北桃1200 都會通上限33天 截至7月底所有運聚使用人次數達3054萬人次 並且工具主要以捷運及公車占比高 姬北北桃四市持續努力打造永續的綠運輸環境 台風天四個市市長仍再度合體推廣 短短的一段時間 基隆市已經有超過3萬人以上 在使用我們的1200 都會通了 至於整個人口來說其實就是超過10% 然後以通勤人數已經接近半數了 所以我想能夠在一兩個月以內 有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真的是有賴於所有團隊的一個 費心費力的一個整合 那當然我們期待這個比例會越高越好 因為對於基隆市的通勤族來說 真的荷包省很多 真的可以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 跟更好的一個交通的效益 所以我想這誠心感謝 就是所有的團隊大家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通勤朋友 尤其是基隆的通勤時間也不算短 大家都了解 我們基隆也是外出通勤工作 全國比例最高的縣市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感謝所有交通團隊們的共同努力 我們今天最新的數字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120都會通推出以後 已經突破了三千萬人次 而且銷售已經超過了五十萬張 交通局 謝局長跟我講 我們原本預期 從7月1號到現在一個月 可能是四十二萬張 我們已經超前達標 而且相信未來一定會超乎我們的預期 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來使用1200都會通 那其實最近我也碰到很多的市民朋友 來跟我講 他說他以前原本是騎摩托車 或是開車上下班 現在改變他使用1200 他覺得非常划算 他說他不只省下油錢 停車費 後續的保養費等等 他覺得太划算 那另外 最近我也在網路上面 PTT很多人討論 1200都會通 哇 真的省很大 非常的誇張便宜 而且還出現很多回本功率 還有旅遊路線 我覺得非常好 表示大家肯定 大家重視 而且大家喜歡 也規劃出 不只是通勤 怎麼樣做 不只回本划算 而且甚至串連我們四個縣市 旅遊景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前不久到桃園 好玩卡的記者會 我們特別加量不加價 讓桃園更多的景點進來 所以未來一手 都會通 一手好玩卡 讓所有好朋友 暢遊四個縣市 同時 我想 我們也很希望 在接下來開學之後 很多的學生 年輕朋友 相信一定也會 來購買我們都會通 1200 讓更多的朋友 不只是減輕我們的通勤負擔 另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能夠達到 近零碳排的目標 大家也許還記得 那個時候沒有1200 那個時候是1280 所以其實是由地方政府 主動 因為整個大區域的需要 所以主動來發起這樣的共同治理 所以剛剛我們博文主任委員 以及我們幾位市長 所講的過去 這麼辛苦 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有效率 把這個整個系統 能夠提升到 我們7月1號 能夠來推行 來推動 這個確實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在這邊也要代表 新北市政府 來謝謝各位參與的同仁 那我們剛剛博文主任委員所講的 其實我非常的感動 還有一點 也就是說 我們地方政府區域的這個共同治理 我們好的政策 是可以影響國家的政策的 大家可以知道 1280變成1200 那可以有更多的人 來享受到這樣的福氣 但是我們也非常的自豪 說我們叫1200都會通 其實我們真正的意思就是 都會00都會通 都會通 都會通 四個縣市都會通 都會通 開車划算嗎 如果自己開車的話 當然算一算 1200 絕對是划算得多 我想 現在已經突破了50萬張 我們的T-Pass 我們的交通局長告訴我 這兩天的數據已經到了 57 58萬張了 眼看的 應該很快會突破60萬張 剛才李柏文李董事長也提到 開學以後 還會有另一波的這個上升 突破60萬張 我想也不用等到開學 但是開學以後到七八十萬張 還會繼續往上爬 這個是絕對絕對會發生的事情 桃園大眾運輸 正在處於這個 怎麼講呢 就叫它做轉股 或是轉大人的一個階段 桃園不像雙北 目前只有一條捷運 這條捷運當初其實是 一開始是為了機場捷運而做 那麼也就在前天禮拜一 我們在機捷的這個 最後最往中立那邊的一個新的站 叫做A22的老街西站 也啟用了 這一站的意義非常的重要 它是把這個捷運帶到了中立的 最中心的地區 如果要去中立吃夜市 逛街 其實新的這個A22的這個老街西站 就在旁邊 走路幾分鐘就可以到 剛剛講的夜市也好 商圈也好 這個對於中立來講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車站的案例呢 因為這個車站啟用以後 我們連帶的我們的公車路線 都需要做調整 我想也不只是這個A22站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T-PAS 使用以後 造成了對桃園來講 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正面的影響或說挑戰 這挑戰我們非常樂於面對 我們所有的公車路線 都要重新檢討 來配合新的大眾捷運 大眾運輸的新的型態 這個我想我們是接下來挑戰 那麼最近也有大眾運輸的學者說 他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這個T-PAS 能夠降低我們私人運具的比重 那麼降低私人運具的比重 就是最後一里 其實在雙北來講 公車的路線非常密集 其實最後一里 大致上已經不是問題 另外雙北市部分公車外貌 也塗裝都會通訊息 民眾若拍攝到公車身影 就可以參加抽外面買不到的 都會通紀念Yoyo卡活動 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謝謝